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述 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从为什么开始》 副标题是乔布斯让Apple红遍世界的黄金圈法则 这本书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领导者如此成功 是什么让他们拥有别人没有的影响力 说起当今世界最成功的科技公司 很多人都会想到苹果 每一次新版本的苹果手机一推出 就会引来无数的粉丝疯抢 经常是供不应求 有的时候要等几个月才有货 2018年8月 苹果更是成为了全球首家市值突破 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 很多人都好奇到底是什么 让一家公司能够从行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拥有这么多的忠实用户呢 从为什么开始这本书的作者就给我们揭示了答案 因为乔布斯懂得运用黄金圈法则 由内而外激发用户的热情 从为什么开始的作者 西蒙斯涅克被称为是领导力哲学第一人 他曾为包括微软在内的许多大公司担任顾问 并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战略沟通项目当中担任老师 他的演讲伟大领袖如何激励行动 被誉为TED最受欢迎的领导力演讲之一 斯涅克还曾多次受邀向美国国防部 好莱坞以及联合国的中高层领导 讲授他的黄金圈理论 这本书已经出版就获得了哈佛法学院谈判项目创始人 威廉尤里以及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前任CEO霍华德帕特南的强烈推荐 在这本书当中 斯涅克用成功的商业案例告诉我们 运用黄金圈法则 从问为什么开始 由内而外的启发他人 鼓舞他人 你就能够拥有别人无法复制的影响力 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什么是黄金圈法则 第二 黄金圈法则有哪些优势 为什么它能够发挥作用 第三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黄金圈法则 赢得他人追随 好 下面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面 什么是黄金圈法则 作者所说的黄金圈法则是一种思维模式 这个黄金圈是一个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圈 由外向内 分别是做什么 怎么做和为什么 做什么很好理解 这就是你正在从事的工作 比如说你生产什么产品提供什么服务 怎么做 指的就是怎么能够把一件事做好 比如你在推出一个新产品之前 一定要研究好产品定位和你的对手相比 你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最后 为什么 指的就是你做一件事的目的 以及动机是什么 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式是从外向内的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向别人推销产品 第一句话说的 肯定是自己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才会告诉别人 自己的产品有着哪些优势 为什么值得买 很少有人会说起自己 为什么要卖这个东西 可是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销售者 他们的做事方式都是由内而外的 也就是说 他们会先告诉你 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再说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就是 黄金圈法则 举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 大家来看一看 市面上的电脑广告 通常是这样的 我们生产的电脑特别棒 它的外观特别漂亮 性能特别好 操作起来很简单 而且很人性化 想不想买一个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由外向内的营销广告 先告诉顾客 我们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然后再说 我们的产品到底哪好 可是那些有感召力的公司 却不是这么做广告的 他们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 会运用黄金圈法则 从为什么开始说起 我们先来看一看苹果的广告 它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挑战现状 我们热爱标新立异 我们挑战现状的方法是 采用漂亮的外观设计 最好的性能 让产品操作起来很简单 而且很人性化 我们生产的电脑特别棒 想买一个吗 这一次的广告 只是说把广告语顺序调了一下 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前一个广告当中 吸引顾客的是你做了什么 也就是你的产品性能有多好 而在后一个广告里 吸引顾客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也就是你的公司里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产品性能不重要 而是说要想拥有牢固的用户忠诚度 光靠产品性能还远远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能够模仿苹果 做出漂亮好用的产品 却始终无法拥有苹果这样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过去人们想听音乐 只能够买磁带唱片 但是一般只能够在家里听 而且如果说你想要听很多歌的话 你就必须要买很多的磁带 很多的唱片 后来出现了MP三格式的音乐 于是各大公司都相继推出便携式MP三播放器 可是唯独苹果的iPod风靡全球 而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宣传语 销售MP三的大部分科技公司 都会标榜产品的大容量 比如我们的播放器是一款容量5G的MP三播放器 但是苹果公司的宣传语却是 把一千首歌装进口袋 我们知道 苹果公司成立之初的理念 就是改变世界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iPod的宣传语 和苹果公司的整体理念十分契合 我们不是在宣传播放器 而是告诉你 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款播放器 是为了改变你听歌的方式 好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方面 黄金圈法则是一种 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 我们就来说说第二个方面 黄金圈法则有什么优势 为什么它能够发挥作用 黄金圈法则的优势就在于 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它能够让人产生归属感 而归属感可以帮助商家 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也可以帮助领导者 建立员工对他们的信任 我们先来说一说 培养用户忠诚度 有一些商家在卖东西的时候 喜欢用外部刺激来操纵顾客 比如他们会宣传自己的东西 多么的物美价廉 还会通过各种降价促销手段 来激发顾客的购买欲 从而增加销量 这种营销策略短期内 效果可能不错 但是从长远来看 效果却未必真的好 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 通用汽车通过给客户返现的形式 提高了销量 可是后来发现 这种促销方式导致通用汽车亏损严重 于是不得已 他们降低了促销力度 结果导致销量大减 这种外部操纵的销售方法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只是促成了交易 而无法培养客户的忠诚度 如果一个顾客 是因为你的东西便宜才来买 那么一旦出现比你更便宜的产品 他就会去买别人的东西 而如果顾客认同一家公司的理念和价值观 他们就会心甘情愿的 让这些产品融入自己的生活 这些顾客对于价格就不会那么敏感 就像苹果用户 哪怕iPhone涨价 他们也会排着队去买 除了培养用户忠诚度 黄金圈法则还可以帮助领导者建立信任 信任是公司发展的基石 在一家公司里 如果员工不信任领导 就没有人愿意冒险去推动公司的发展 他们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 为了私利牺牲公司的利益 只有当员工信任自己的领导者 他们才能够发自内心的 想让这个公司变得更好 并且发挥出最大的潜能 从而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 信任一个人的前提 是认同他的价值观和理念 当员工融入一个和他价值观 以及理念相同的公司 他就会有归属感 觉得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 知道自己无论何时都会被同伴保护 这个时候信任就产生了 接下来如果领导者可以通过行动 旅行这种价值观以及理念 这种信任就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而这正是黄金圈法则的主要内容 一个懂得运用黄金圈法则的领导人 会从为什么出发 把自己的理念清晰的传递给追随者 并且身体力行的执行这些理念 举个例子 美国大陆航空曾经面临非常非常艰难的困境 八年当中两度申请破产保护 十年间换了十个CEO 等到戈登贝修恩上任时 公司已经亏损了六亿美金 在行业排名垫底 可就在贝修恩上任的第二年 大陆航空就神奇的扭亏为盈 而他的方法就是运用黄金圈法则 得到员工的信任 首先从为什么上来说 他向员工传达了自己的理念 公司高层做出的决定 是符合大家最大利益的 并且在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 都告诉员工 我是以你们的利益为出发点 比如他不会对员工说 保持机舱清洁是为了顾客的体验好 而是会告诉他们 乘客到达目的地之后就会离开 可是我们的空乘人员 经常马上还要再起飞 工作环境好了 员工才会舒服 那些认同这个理念的员工 就会追随他 并且勤奋工作 为了让公司变得更好而努力 此外贝修温知道 建立一支优秀的队伍 光靠鼓舞人心的演讲远远不够 他还需要在怎么做和做什么上下功夫 为此贝修温先是开除了39个 和公司理念不合的高管 无论这些人曾经为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 只要不认同为员工服务这个心理念 就不能留下来 此外他还经常在机场和行李工人一起扛行李 就是为了告诉员工 我们是个大家庭 谁都得工作 同时为了提升飞机起飞的准点率 贝修温宣布 只要哪个月公司准点率冲进行业前五名 每个员工都能得到65美元的奖励 他把奖金变成了一件 大家齐心协力去争取的事 这就很容易让员工感到 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正是运用了黄金圈法则 贝修温才能够获得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信任 从而带领大陆航空摆脱困境 那么为什么黄金圈法则能够发挥作用呢 这主要和人类的大脑构造有关 人类大脑有三个皮层 最外层的是心皮质 主要负责的是理性思维 分析以及语言 对应的就是黄金圈里的做什么 中间两层边缘脑 它们对应的就是怎么做和为什么 边缘脑主要负责人类的情感 行为以及决策 它没有语言能力 当我们关注做什么的时候 大脑心皮质就被激活 它可以处理大量的复杂信息 比如分析数据 特征 总结优点和缺点 但却不足以激发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让你心动 那么即便它各方面性能都很好 你还是不能够下决心把它买回家 相反 如果我们由内向外思考 那么我们就是直接在和做决策的边缘脑对话 这个决定就很容易激发行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因为负责决策的边缘脑也控制着我们的情感 所以我们的决定通常都是受情感驱使的 比如说人们喜欢苹果产品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产品的性能更好 外观设计更美观 而是因为它发自内心的喜欢它 而这种喜欢的感觉就是从边缘脑涌现出来的 而边缘脑对应的就是黄金圈当中的为什么 所以一家公司可以用自己的理念直接激活顾客的边缘脑 人们就更愿意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 好 说完了黄金圈法则的优势以及原理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如何运用黄金圈法则赢得他人追随 要让黄金圈法则发挥作用 一共有三个环节 首先是理念应该清晰明确 其次是要明确怎么做 最后是行为以及理念要有一致性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环节 理念应该清晰明确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 这是黄金圈法则最核心的部分 做事之前你必须要先把为什么想清楚 只有当你的理念非常清晰的时候 你才能够吸引认同这个理念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 这个理念通常是从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当中发展出来的 所以寻找为什么其实是一个探索自我的过程 你得从了解自己开始 比如在你的成长经历中 那个让你激情澎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一直在追求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之后 作者发现了一件事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司 无论是和谁相处 他永远是乐观的 喜欢激励别人 告诉别人 只要想做就一定能成功 这种鼓舞别人的热情就是他的为什么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 它的理念来自于领导者的个人理念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理念 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这个理念呢 就是来自于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苹果公司只是实现这两个人理想的一种形式 当然 只是想清楚为什么还不够 你还要能够清楚的把为什么说出来 周围的人才能够理解你的意思 比如你在销售产品的时候 除了要告诉顾客 你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还应该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卖这个东西 否则很容易遭遇失败 举个例子 美国数字录影机公司Tivo 曾经推出过一款高品质的数字录像机 使用这款录像机观看节目的时候 观众可以随时暂停 跳过广告 这款产品还能够根据观众的观看习惯 自动录制节目 可是呢 这款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的产品 销量却非常差 而失败的原因就出在宣传上 Tivo把宣传的重点 放在了这个产品能干什么 却没有清楚地告诉消费者 这个新产品为什么存在 实际上 Tivo生产出这款录像机 正是为了让消费者 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随心所欲的看电视 可是呢 他们却没能够把这个理念和消费者沟通 也就没有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接下来就是运用黄金法则的第二个环节 通过怎么做来实现理念 要想把理念变成现实 仅凭感召力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明确的怎么做来落实这些理念 具体到一个公司或者组织里 就是要有一个人来搭建一个 能把为什么变成现实的基本架构 作者把这些人称为实干派 一个成功的企业 就是梦想家和实干派的组合 比如迪士尼兄弟弟弟沃尔特迪士尼属于为什么类型的人 而他的哥哥罗伊迪士尼属于怎么做类型的人 迪士尼的成功正是这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沃尔特负责设定理念 罗伊帮弟弟执行理念 通过设立公司发行迪士尼影片 罗伊让迪士尼的人物家喻户晓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说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乔布斯是叛逆精神的代表 而他的搭档沃兹尼亚克 是做出了苹果电脑的工程师 乔布斯有愿景 沃兹尼亚克有产品 如果乔布斯的理念 无法变成实际的产品 也不会有苹果公司今天的成功 当然 无论多么优秀的领导者 都不可能单凭着自己 就实现公司的价值观和理念 他们还需要一个大喇叭 通过这个大喇叭 他们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理念 从而引发规模效应 扩大影响力 就像演讲的时候 演讲者经常使用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的音量必须足够大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 但是单纯的音量大是不够的 要想让自己的声音 真的能够深入人心 他们还需要找到一些 和自己拥有相同价值观和理念的人 由他们去把这些价值观和理念 传播出去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 罗恩·布鲁德是一名美国创业家和慈善家 他在很多行业都取得过成功 还在2011年被时代杂志评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第十名 而他成功的秘诀就是黄金圈法则 布鲁德总是能够通过自己所做的事 把理念分享给身边的人 鼓舞他们去执行这些理念 举一个例子 布鲁德有一个理念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 总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通过这个理念他想要改变世界 所以他建立了职业教育基金会 帮助落后地区的年轻人 这个基金会就是布鲁德的大喇叭 基金会在全球设立各种教育项目 教年轻人学习各种技能 通过这种方式 布鲁德实现了自己的理念 虽然总部位于美国 但是职业教育基金会各地的分支机构 都独立运作 在运营这个基金会的过程当中 布鲁德成功的吸引了和他有共同理念的当地人 这些当地人作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在把公司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这种方法鼓舞着基金会里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再是为老板工作 而是在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 儿子女儿改变命运 所以充满热情 这就是布鲁德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运用黄金圈法则的第三个环节 行为和理念要有一致性 无论一个领导者的理念多么鼓舞人心 想要落实这些理念 必须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 一家公司销售的产品 提供的服务 营销和广告 以及一切和外界的接触 都是在传达公司的理念 如果一家公司不能够做到言行一致 就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同 想要做到言行一致 首先必须要真诚 真诚不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果你希望取得长久持续的成功 那么真诚就很重要 一家公司如果失去真诚 就会使用操纵手段 通过价格战 促销 恐惧心理等等营销策略 来实现短期收益 其次要用你的理念过滤每一个决策 把为什么当做一个过滤器 你每做一个决定都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符合自己最初的理念 大众汽车就曾经犯过一个错误 2004年大众推出了一款 七万美金的豪华轿车 这款八缸发动机 335马力的新车 拥有很多业界最先进的功能 甚至还配备了电动的止压按摩座椅 这款车非常先进 开在路上既霸气又舒服 把其他同档次的奢华车都给比了下去 可是销量很差 大众汽车的这次惨败 就是因为在设计这款新车的时候 没有问过自己 它是否符合自己最初的理念 大众的意思就是大家的车子 它的理念就是把力量赋予大众 所以一直以来大众生产的都是普通人买得起的汽车 所以尽管这次的奢华新车各方面都很好 却和大众汽车一贯的理念背道而驰 所以才会遭遇花铁炉 说完了黄金圈法则的三个环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要想让黄金圈法则发挥作用 每个环节都要均衡 而且顺序要正确 要注意 为什么是一切的基础 你必须先问为什么 但是只问为什么是不够的 为什么只是一个信念 你还要用怎么做来履行这个信念 最终做什么是你的行动 只有三者达成平衡 领导者才能够真正的拥有非凡的领导力 举个例子 西南航空是美国一家廉价航空公司 但是也是美国历史上盈利最高的航空公司 他之所以成功和他的领导人懂得运用黄金圈法则 有着很大关系 西南航空的理念是为普通人服务 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口号 现在你可以在国内自由出行 明确了为什么之后 西南航空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来实现这个理念 这些策略包括便宜 有趣 简单 在票价方面 西南航空几乎可以和大巴媲美 同时西南航空招募的空乘人员都很风趣幽默 网上流传过不少西南航空的机长 在飞机上讲的段子 此外为了让人们方便出行 西南航空还制定了简单的订票系统 只有两种价格 一种是日间价 另一种是夜间价和周末价 乘客不用担心订票时间不同 票价不一样 节省了不少刷票的时间 好了 说到这里 从为什么开始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第一 简单的来说 黄金圈法则就是做事之前先问为什么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第二 黄金圈法则的优势就是通过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它能够让人产生归属感 从而帮助商家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也可以帮助领导者建立员工对他们的信任 而黄金圈法则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和大脑结构有关 黄金圈法则的三个层次和大脑的三个皮层对应 其中代表为什么的层次对应的是边缘脑 也就是直接负责做出决策的区域 当我们从内而外思考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直接和大脑的决策者沟通 第三 利用黄金圈法则主要有三个环节 首先 理念应当清晰明确 其次 通过怎么做来实现理念 最后是行为和理念要有一致性 除此之外 要让黄金圈法则发挥作用 每个环节都要均衡 而且顺序一定要正确 好 从为什么开始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